好 這是你第二次出書了 那你的書 以下你來都最接近菩蘿大眾 但是也帶給他們最時尚的嘗試之外 今天可記得今天的分享 可是我們剛剛這個出場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設計 一馬真實書中要跟大家介紹的一些 很經典的絕尿技巧 場要安排在其中 由你自己來說 好不好 來 先請畢君跟大家打招呼 然後再介紹一下 今天特別在出場的安排 來 熱情掌聲來一下 陳敬敬要說話了 來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郭空過來參加 陳敬敬的這個就是新書法國會 那當然更感謝的是後面我這八位的就是 形人 現在最紅的這些 這個男子團體spatial這樣子 謝謝 今天台北非常的時尚 靠你們 那剛剛他們有安排了一場 就是一個 fashion show 的出場 那其實待會如果有一些媒體 有拿到我的書的話 會知道在第一百四十一頁裡面 有一個九個就是 街拍國鏡的 就是要讓 攝影師想拍影的一個 九個必殺鏡 所以 八加一 就是我 所以就是這九個必殺鏡的一個 模擬的方式 那我們可以請 剛剛 剛剛他們有講過他們自己 你們在演什麼嗎 因為在時裝座的時候 那個人潮就這邊了一千倍 超過一千人在場上 所以要讓就是在座的 攝影師的大哥們能夠發現你 找到你 然後想要按下快門 拍你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些絕技 所以呢 剛剛我們八位加我 我們都各自扮演的 裡面的九個不同的一個 就是 柏鏡的必殺鏡 那我們請一下 呃 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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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陳翔你先講一下 你剛剛在演哪一招 我剛剛就是在演一個 配件很多的帥哥 就是 身上很多 接拍神器的帥哥 對一個時尚的一個 沒有態度的帥哥 但是我覺得 他最大的一個 接拍神器就是 他很帥 就是你自己 呃 我覺得 我還好 沒有啦 我覺得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態度嘛 那你配件多 那也閃現一個態度 最好的方式 那其實如果 如果你身高不如人 或是你的 穿著不如人 那配件一定要贏 對 這個就是 呃 蘇琳也有提到 就是說 你身上一定要有一些 所謂的 街拍神器 可以讓就是 攝影大哥在一公里以外 就可以發現你 不只是帥 而且全身都是亮點 好亮點 我們今天 今天有一個就是 全身是亮點 是哪一位同學 全身是亮點 非常的明顯 今天穿的特別亮 鮮豔 對 全身是亮點 所以 亮點就是在書裡面 其中一招 最簡單的就是 在人群當中要凸顯 就是顏色 很亮的顏色 尤其是像我們現在秋冬 大家可能都是深色的狀況之下 這種很亮的顏色都可以出色 那Teddy你覺得今天你的 你的個人風格 個人風格 就是亮 要閃下 現場的所有攝影師 攝影大哥有感覺有閃到嗎 OK OK 我們謝謝Teddy 然後還有一位 來 裝忙的是什麼 他又想了 不好意思 我的事就是裝忙啦 就是因為 因為現場很多人嘛 然後我們不能太 只是好像沒有人理我們 然後講說我們也很忙 好不好 我沒有空拍照 那這樣別人就會來拍 我已經幫大家全世界 就是在時裝中的時候 因為你這個場外 如果時間很長 但是又希望別人拍到 你很自然的畫面 這個時候就是這樣 來演一下 很忙 超過一千萬的訂單 OK沒問題 可以可以可以下單 可以可以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很忙的狀態 但是鏡頭拍過去 就是一個很自然 因為今天他要呈現 就是一個 非常自然的生活態度 我們謝謝韋靖 還有誰可以幫我們 全世界今天 把這一位裝熟 長達一輪 好 我的比較是呈現一種態度 就是 要怎麼讓攝影大哥 幫你拍好照片呢 就是要假裝跟他們很熟 所以呢 那個 欸 哈囉 你們好 大家好 哈囉 謝謝你們來 就是在裝熟 就是一種 對 我們剛剛全世界已經說 你在場外 就是要演出一種 似曾相識 大家都知道你們是 然後跟大家很熟 因為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誰 但是你要演出 你的人氣很高 跟大家都裝熟 對 就是這一招 OK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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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